好嘞 看標題 一定大家會匪夷說是 咦? 又搬了 又搬了 沒錯 但是呢 之前我在線動發布的時候 就有蠻多人問 我也有回覆了 那會搬新的工作室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原先的那個工作室呢 原先是只有我的 那我的話大多數就是 可能YouTuber要拍影片啊 或者是KLL我們業配一些寫剪輯 雖然否我的話 其實空間是夠用的 嗯 對 但是居然呢 在這邊呢 先幫我的老公呢 就跟好朋友作為宣傳一下 就是他們的米餅品牌 胖嘟嘟的已經上市了這樣子 消費者回饋給我們就是還蠻好的 還不錯 所以呢 因為有了胖嘟嘟米餅 等於是我的工作室跟他們的工作室 但是如果我們租了兩邊的工作室的話 其實費用跟那個成本是更高的 對 所以呢 我們才打算 那我們一起合住一個比較大空間的工作室 其實我們在找新工作室的這個期間 也花了差不多兩個多月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都不管是在找房子 你知道 租屋處都已經非常的幸運 我們都非常的有緣分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交對朋友啊 剛好我們的朋友就是綁仲 所以呢 第一手資料他會丟給我們 這是我們有史租工作室以來 第一次花大錢裝潢 對 真的是第一次 他喔 已經百般無止了 一直拒絕 拒絕再拒絕 一直在搬耶 每搬一次我們就要躺在地板上 我跟你講 這邊搬了之後 你們花了這個裝潢費 兩年會不會太短了 沒有 最少兩年 最少兩年 今天現在這個開箱跟之後那個裝潢開箱 沒有業配 真的沒有業配 我們真的是砸錢下去 而且這個錢我們還要去貸款 沒錯 貸款的原因是因為 畢竟現在是兩個工作室 董鑽工作室跟巨人的董座工作室 那有貸款下來就等於是兩邊都必須要負責這個 承擔這個責任的意思 所以我才想說用貸款這樣子的方式 來 先大概介紹一下 好 這也是我的大門 他其實那個不算大門 他那個算是防火牆 防火門 這次也比較突破以往 我們以往都找那種新辦大樓 對 新建大樓 這裡的屬於住辦 那他其實也應該有個二三十年有了 差不多 非常好的一個優點 就是一層一戶 然後 非常大 所以裡面的空間總共是 五十一 五十多坪 對 這裡的大門 我的想法是 我很喜歡長紅玻璃門 那個就要看一下可不可以做 因為那個是那個要鎖 對 要鎖 但是那個的話就變成是鑰匙鎖 因為長紅玻璃門沒辦法用自動的 沒錯 交對朋友很重要 我設計師剛好就是 朋友 不對 我的朋友剛好就是設計師 來 把他那個頭像放旁邊 放旁邊 我們真的要大力的 感謝他 他沒有跟我們收到的設計費用 他的錢資本上都輸給我們票 然後他也是跟我們收錢 好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 算儲藏室 因為他整個空間裡面是 全部裡面隔間最小的 對 所以這邊就會是我們的儲藏室 然後這個門呢 我們好像沒有打算 卡住啊 Peter 這個要搞 Peter 好 再來呢 會到這個隔間 原先會想說跟這個儲藏室打通 會變成比較大 但是呢 Peter有幫我們算過 其實打通真的沒有什麼 那麼樣的必須 對 最主要這些都是那種 原先有屋主流的位置 我們就會把它丟掉 清掉 清掉 這些我們都不需要 大家鎖鏈 大家連接 開一切的 然後這個桌子 我們一看就知道 流 那這個整體的空間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日照光 對 所以呢 這裡就會屬於 寶寶墓的區域 希望大家幫我們 清吞貨 哈哈哈哈 可以不要講那麼明白嗎 我們不就是以誠實為名的嗎 不是 現在才知道 那哭唇真 懶羞啊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直播沒有幹嘛的話 這裡就會變成小朋友放學之後 遊戲區跟吃飯的地方 小朋友們來 哦 非常的適合你的高度 去你的 阿金 奇諾 你的星星之後吧 剩下的就大家 瞬起來 哈哈哈哈哈 大家如果進來的話 這裡就是吧台區 這個它是活動性的 那 那跟Peter討論的時候 我會希望這裡有個吧台 吧台其實說真的就是 我們的茶水間的意思 對 會有咖啡機啊 甜點之類的 還蠻OK的 我們要另外去買一個活動櫃 很棒桌 就比較好看的一種吧台桌 因為這個實在太矮 嗯 這個不到我的腰 只到我的腿 沒有是你身高的問題 欸 膝蓋一大腿左右而已 對 所以這做起來非常不舒服 我們要一種 高挑感的這種 還可以拍照 我現在來到酒吧 要使用有沒有 也可以吃也可以拍 轉到這邊呢 就會是我們大家的公共區域空間 會不會擺沙發 其實現在目前還不確定 沒有沙發想要贊助的話 可以點到我的公共 對 然後還可能會有放電視 電視 如果有電視的話 LG最好 耶 哈哈哈 這邊最主要 最主要會擺一台飛輪 對 我們全體人員工作人員 今年都要剪掉20公斤 那阿神這樣幾公斤 老闆不用 如果這裡不擺沙發來 飛輪 按摩椅 跑不及 好可以 我們那個 有一個 那個特別高的員工 他說他非常愛騎飛輪 我就看他什麼時候會在上面 對 我就看他什麼時候會在上面 窗戶呢 是換 氣密窗 沒錯 因為我們這裡 大概可以看到 我們就直接看到的是 馬路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 董座 欸我問 有個問題 為什麼你那麼油 因為我今天去塗油 保養一下 好不好 那老師有說你需要做哪些改善嗎 老實說早點睡 這一整排三間 三間都是我的 我會把它打 為什麼 你憑什麼 欸 這只有三間是我的 其他都是你的 我真的還你說的 影片為證 所以如果你跟我借用這個空間 我會給你收錢喔 來我們第一間 這一間我們規劃當 規劃的話是不是 手拿或是包裝 到時候我們做明明啊 然後什麼東西 會不會在那邊包裝 因為這邊是比較靠外面 會有太陽照進來 所以這邊不適合放儲藏的東西 然後 這邊這個牆 全部都會打掉 Do you wanna do a snowman 你有病嗎 那邊玻璃會留著 這邊玻璃會堵起來 主要是因為這邊未來可能會放美食 我們這邊會做滑門 OK 因為 為什麼會做滑門 滑門是往旁邊開 如果我們做那個推拉門 可能會有粉塵 還什麼東西可以往裡面跑 所以我們要盡量讓我們這個廚房 是最乾淨的 所以上面才會把它全部封掉 嗯 OK 通風加上隔絕一些鹹雜人士 阿貓阿狗 沒錯 現在就屬於他們有 廚師執照的人才會在這裡 沒關係 現在我們就把它當觀光工廠在玩 我跟你講我們這次花最多錢 就是 這邊我們會弄個 爐杖 瓦斯爐 然後一直黏過去水槽 然後一直黏過去一個 摸字型的 霸台 這會有個中檔 整個洞線非常流暢 我們在裡面做完 然後中間包 包完之後拿出去後面放 然後從那個門這樣拔門出來 對 堂堂的右手邊呢 就會是我們大家所有人的工作室 也就是董鑽跟董座 大家就會住在裡面 進來這邊的話 你看會看到這些櫃子 也都是會回收掉 這些都會回收 這邊的話呢 Peter幫我們區域規劃 它是一種開胃的小天地 也就是這邊原先在 現在工作室的沙發會放到這裡來 所以它會像是一個開放式的會議室 這樣子 沒錯 這裡面裝潢費最貴 花了我的倉將近有三十幾萬 巨人的廚房再加上系統家具 沒錯 系統家具真的很貴 因為它是訂做的 那這整面牆呢 其實你看那個牆很大 那這個就是因為這個已經鬆脫了 所以它這個也會丟掉 它會整個砍進去的系統櫃 這個牆階呢是它本身的設計 那跟Pick的討論是說 用這裡也可以做的臥室 躺著嗎 是的 OK 會不會以後巨人其實不削桌子 你就床就好了怎麼樣 我是蠻適合的 臥室是我的嗎 沒有 它是規劃給我的 長度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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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一下 好好吃喔 這邊我們放桌子 那桌子這邊會最擔心是沒插座 你看旁邊插座不是這麼多 它會把插座 拉來我們四張桌子的中間 然後掉地板的話 因為我非常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地板 所以你會全部都鋪木質地板 木質地板有點貴 因為我們這邊太大了 因為我們這邊太大了 這邊的話就會是整個 走廊 這個走廊以後最想看到什麼 最想看到會有個小癌發在這邊 現在洗完了 這個東西我會把它拿起來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滿臭的 那最主要是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我會把它整理一下 它其實蠻適合作那種 儲物櫃 收納 因為TG其實很乖 它其實不會到 亂咬 它只會咬屎而已 對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會規劃我們另外一個洗手台 最規劃洗手台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要淋水機 我們不是有裝前三井水嗎 我們已經回不去其他的水位 所以就想說那在工作室的時候 我就是把這裡也裝前三井水 所以大家就要往這邊去裝 那廁所的話你看這裡 它也是做的就是很可愛的那種 那門的話 我們沒有打算再花一個價錢就換 因為其實就沒差 對但是我們的馬桶我們換掉 然後換成凸凸 一個會換成免製馬桶 對因為這個屁股下去居然會卡 不是會卡因為我想洗屁股 對反正這裡就整個廁所的空間其實也夠 現在接下來就會是我們就是要監工的過程 對 這個會比較需要勞心勞力一點 但是基本上Pitter會幫我們監工 嗯 好啦 再來就是我們這次的新工作室 已經錢花下去了 中皇費都合約都簽了吧 對 合約都簽下去了 就是勢必得在這裡待久一點了 希望在這邊可以讓我們再繼續大發 然後也可以拍很多支影片出來 好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